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长许淑华 县议员林如阳 张秀之 立委马文君及南投市长张嘉哲也到现场与民众一起享受音乐 那千玺龙青年期经会非常的用心 强起来关注了很多的青少年的议题 把一些可能过去在行为上比较特立的年轻朋友们多加以关怀 也帮助他们返回学校跟就业 所以可以说是这几年来也已经成功了帮助了四千多位的年轻的朋友 所以年轻的朋友他们也希望有一个舞台能够让他们尽情的表现自我 所以今天的音乐祭呢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孩子在千玺龙的协助之下 今天也返回到这里来尽情表演 那同时呢在这个音乐会当中呢我们也把儿童权利公约也纳进去来做宣导 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加的重视我们儿童的权利 那透过办这样的活动希望可以让所有的不管是成人也好儿童也好 更应该要重视儿童的生存权还有其他的权利 希望用这样的活动让大家可以更深刻的去理解 县议员张修之表示希望未来不管是公部门或是民间团体都能够更加重视儿童的权益 县议员林如阳则表示感谢县府和千玺龙青年基金会对孩子成长及发展的过程的用心 期许未来有更多人一起关心孩子的教育及发展 除了公部门还有我们的民间的团体也共同来来帮忙我们来帮忙我们的欧童 能够在他的成长过程能够来得到的政府单位的照顾 还有我们家庭的照顾还有我们的所有民间团体的这个重视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未来能够就欧童的部分让他们的制止权 让他们的发挥他们的想法我们一起来努力 那我们也非常重视说孩童以及青少年的发展 那要感谢南投县政府和千玺龙青青会一起的努力 那我们在面对这些青少年面对这些孩子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了解他们的权益 并且更去倾听将他们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而并不只是一个未成熟的孩子 我相信这样子互相尊重互相的对话 能够让孩子跟家庭的关系一定会更加的融洽更加的顺利 未来他们我们也会继续的来支持孩子们 在不管是在教育或者是在生活上面 我们都希望说南投的孩子能够在南投的这块土地上面 更加开心快乐的成长 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一起关心孩子的教育以及发展 当天除了音乐季集野餐市集外 也有各部门及民间团体设置相关宣导坛位 希望借此提升儿童权益观念 活动中还要举办摩采活动 许多家长也带着孩子到现场一边享受音乐 一边野餐 场面温馨又热闹 记者壮一体南投市采访报道